我完全不認同這種行為 因為這種行為是一個七雙拳 打到社會受到重傷 它自己亦受到重傷 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因為我自己在佔領的頭一兩天 落到佔領區 當時我還很記得 我看到一輛車本來要立金鐘送貨 他們的人在截住之後 問長問短 問完之後 是不讓那輛車進去 當時的感覺就是 為何香港可以由一些非執法人員去執法 這是甚麼社會 變成了一個無政府狀態 都不是一個香港市民而見到的 而附近的商店都相當慘重 因為我知道其中有些酒樓 因為佔領期間 酒席是立即被人取消了 上環一帶 上環一帶有很多小商戶 他們的落貨 甚至乎他們的人流 都是受到嚴重的打擊 所以那個時間都復蘇 我聽說有些都用了接近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才回復當初的生意水平 因為本身對於小本經營的生意來說 你突然間客員離開了 其實他們是很難持續下去的 他們都要點一個很長的關口 當時我們都收到很多很多居民的投訴 很多巴士都完全去不了 電車也去不了 只能靠地鐵 當時西港島線也未建好 所以很多西區的居民就要乘巴士 去到上環 再由上環走去駁地鐵 整個環境是相當惡灰 佔中之後的一連串的法律訴訟 將違法者成至於法 看到我們社會近年 這一兩年 各方面的遊行示威都相對比較平靜 各方面大家都回歸離聖 我想這正正是佔中令香港社會最痛的地方 但亦是令香港市民認真認識到佔中的危害